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湖南一个非常小众的村子 张古英村 它位于岳阳以东 离岳阳市大概一个小时20分钟的车程 网络上绝大部分湖南旅游地图都没有标志这个景点 但这里其实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江南古民居建筑群 有着民间故宫的美誉 因为故宫居住的是皇帝一家人 而在张古英村居住的全部是张氏一族 也就是张古英的后人 张古英村门票四处 说张古英很懂风水 所以整个村子是龙形设计非常讲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村子的大门 也就是整个龙的龙头部分 大门口正对对面的山奥是龙口 绕村的玉带河上八字形的石桥是龙须 从龙口进来 马屎铺城的道路是龙舌 龙舌两边的水塘是龙眼 起到除水防火的作用 当大门两边有一副对联 耕独叙事 孝友传家 短短八个字的家训 却像是人揭示了这个族群长生不衰的奥秘 走进大门 远远就能看见一层门里套着一层门 听蒋姐说 这里都是上下五进的设计 也就是五重天井 五个堂屋 这在当时民间已经是最高规格了 再高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张古英村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个天井的设计 这里曾经遭受过无数次大雨洪灾 但是天井从未出现过滋水堵塞的情况 虽然国内外专家很多人来这里研究 甚至做实验 要看一下天井里的水到底留下哪里 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个谜 迈过高高的门槛 我们接着往里走 这里是接官厅 接待客人的程序 好 这就是叫做冬阳啊 做了它的火盒 以前没有起重器 所以谈上去也不容易 经过三层科具 叫狗狗建筑 整的物质结构是没有一颗钉子的 都是以前的神魔 而且经过造型 就是清朝的一个端帽 色的形状的 两杯滴中间高瘦了三层 第一道横竖 挺自行的 第二道主廊下面这个如河了 枕头一样啊 高枕无忧的 上面两个米自行的 刚刚的后来可以乖身单级 两个中间这个园子 从前发展了一层 九层的后来吧 四级发财 下面那个俏脚 以前是用来爆扁 瓦身的 那叫鹅头 就小孩取得约的成绩 独占鹅头 一个看似简单的屋顶横梁 竟然如此讲究 高枕无忧 官升三级 四级发财 独占鹅头 从用料 布局 到细节的寓意 这些无不在表达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村子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古巷道 这个是古巷道 说的房子呢 总共是保守五万一千平方 一千七百三十二间房 两百零六个天井 六十二条巷道 全部是通的 这巷子有三个作用 一是通风好 夏天特别两块 不用空调的 二一个是串门 比较方便 走家窗户 挑担子 多走这个巷子 就可以勤不破 也不失邪 勤点不用打伞 雨天也不失脚 但是最主要的作用 这个巷子是用来瞎房 这叫防火隔离带 主要是怕屋子起火 如果屋子发生火灾 你看年轻的小伙子 就可以直接两手一撑 两脚一踩 都可以爬上去 一手掌宽 爬上去之后 把瓦掀开 火势往上串 隔断火源 所以这几百年的大屋 从未发生大的火灾 就这个隔离带 和前面那个消防持得作用 沾谷云村的木雕 也是堪称一绝 乌梁的四角 雕有四季花卉 春牡丹 夏荷花 秋金菊 冬梅花 屋人特别聪明 在文革破释旧的时候 他就把它取下来 埋在土里 就没被发现 再往里走 我们来到了村里人读书学习的私塾 青云楼 寓意平步青云 上下两层 楼下起居 楼上读书 张氏族谱有机 寒可无依 寄可不识 读书一日不可无 几个近世 七个举人 六个供生 六个供圆 四十五个秀才 和三十三个太学生 本社对农村来说是非常优异的 有这么好成绩 所以也被人疏销门帝 到这里 我们就走到了绕村而过的西水连郎 顺着连郎向前 隔一段就有木板搭成的小桥 连通两边的民居 旅游带动了全村的经济 家家户户都开启了餐馆和百货店 村子里有很多卖干货的小摊 各种蔬菜都被村民晒干售卖 蜗菊 萝卜 豆角 甚至还有豆渣干和枝子花干 村子里还有一个铁匠铺和一个民俗馆 铁匠铺里展示传统打铁锻造的方法 民俗馆里则展出了古代农具 荤俗用品 以及雕刻繁复经济的家具 农具展示的地方在西水边 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我们顺着来时的方向 从古村里家家户户的巷道里穿过 在纷纷扰扰的游人目光下 古村人淡然地生活着 享受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邻近 在最后岁本来将他们自然富有的 孔平 奥